30岁人跟40岁人的心态究竟会差多少 当摄像机扫过人群时 斯德林 肉球莫莉 平布雷特 这些30岁左右的人 跟38岁的坎诺尼尔的表情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人们都说三失而立四失不过 快到四失的坎诺尼尔看起来更加疑惑 人类的悲欢不尽相同 可能腰带还没到手 没到高兴的时候吧 Jerry的坎诺尼尔 身高180 必战197 1984年出生于德州达拉斯 大学毕业后 坎诺尼尔在部队服役三年 后运探亲返回部队后的一次要件没通过 离开了部队 在阿拉斯加空农交通管制部门 找到了一份设备维系员的工作 寒冷的天气和对食物的本能需求 让坎诺尼尔其重一度达到了270斤 为了进入综合格斗行业 他开始减重 并在2011年开始了第一场职业赛事 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一波七连胜 让他拿到了AFC的重量级冠军 其中六场终结 五场首回合终结 2015年坎诺尼尔以重量级的身份 参加UFC首秀 两分多中被KO 在重量级赢了一场后 他决定降重到轻重量级 但是事情发展的并不顺利 他在轻重量级两胜三负 分别输给了格洛佛特希拉 杨布拉乔维奇和多米尼克雷耶斯 2018年11月 在经历两连败后 坎诺尼尔又降重到了重量级 直接打出一波三连胜 甚至在第一回合击败传级人物 置住安德森·希尔瓦 在最近的四场比赛中 坎诺尼尔两胜两负 输给了两位强冠军 罗伯特·辉特克和伊斯维尔·阿迪萨亚 一般拳手都是从小量级往大量级打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心情代谢变慢 减重有点不容易 但坎诺尼尔反击道而行之 在重量级、轻重量级和重量级 都打出过终结 上一个在三个量级都打出终结的人 只有那位永远在付出路上的康诺了吧 如今坎诺尼尔重量级战尽 即将迎战排名第七的大队斯德里格兰 你看好谁呢